这是破军第一次施展行凶装器 仅仅只是一层的功力 便足以让中华阁的掌柜命在旦夕 他此次来到中华阁 就是要挑战武林神话无名 为了逼迫无名现身 破军运起魅力设起桌椅 封住了中华阁的所有出口 正当破军要大开杀戒之时 一道强大的剑气打开了通道 来人正是武林神话无名 无名 你总算现身了 弃尘百惠 人俱俱却化血成烟 哼 无名 你明知老子为你而来 蠢不顾老子的存在 你无人表伤 破了 无名轻辽淡血接下破军一招 这让破军的心中震惊不已 探破名利的无名提出和解 他不想做没有意义的决斗 然而破军却是不肯善罢甘休 为了击败无名 破军找到绝无神换取杀破狼绝技 经过18年的修炼已经登峰造极 他迫不及待要用无名是试杀破狼的威力 无名感念破军是师父建惠的儿子 不愿与破军生死决斗 索性向破军认输带着掌柜准备离去 破军不达目的不罢休 无名必无可避只好答应决斗 与破军一同赶往建宗遗址 为了彻底激起无名的战役 破军故意问起无名妻子的死因 无名并不知道凶手是谁 只是发现妻子中了一种无色无味的剧毒 没错 此毒非常珍贵 是老子专程从东方毒人抢过来的 他死的非常值得呀 破军说出十几年前的真相 就是他下毒害死了无名的妻子 无名立志要为爱妻报仇 果然战役达到了巅峰 两人一路急行来到建宗遗址 这里曾经发生过一件大事 四名绝顶高手被冰封在此 其中还包括无名的师父 也就是破军的父亲建惠 时间回到18年前 无名向师父建惠求取万剑归宗 万剑归宗是建宗的无上绝学 只会传给当代最强的弟子 无名立措十大门派 又击败了举世无双的剑圣 自认为是建宗最强的弟子 也未必是最强的吧 因为还有一个破军 建惠拿出了两把万字钥匙 将其中的一把交给了无名 建惠会将另一把交给破军 由两人进行一场决斗 胜者便可学习万剑归宗 决斗之日 三大高手前来建政这一战 其中就有无双城的城主独孤一方 以及第二梦的师父建皇 随着建惠的一生开始 无名与破军手持两柄长剑 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剑术交锋 作为当代剑宗最强的两名弟子 破军和无名实力相近 在剑道上的造诣皆是独树一尺 竟是大战数百回合不分胜负 为了尽快击败无名 破军操纵术石宝剑刺向无名 无名越起急速旋转 将术石宝剑尽数弹拍 无意中击毁了冰洞中的三根石柱 眼见冰洞就要坍塌 三大高手连忙出手稳住石柱 而无名也在这时占尽上风 打得破军节节败退 所有私心的剑会使出冰天回绝 冰封了自己与三大高手 阻止破军落败的消息散布出去 只剩无名和破军逃出了兵将 由于无名最后一剑被剑会阻止 两人的决斗成了胜负未分 破军苦心练武十几年 就是为了击败无名夺取万剑归宗 当年内剑虽没策下 但是我被你剑弃